欸 白痴喔 不要看我答案 蛤 喔 對啊 我還真白痴 你的答案又不一定對 欸 現在在考試欸 同學來了 我們今天就是邀請到了兩邊 天秤的兩端 對 有很會讀書的智優生 智優班 跟另外一邊就是很會玩的放牛班 放牛班 OK 那我們要來猜猜看 兩位這樣兩兩出來 欸 我們來看看 哪一位我們會覺得是智優生 哪一位我們覺得 欸 他以前可能是放牛班的 欸 好明顯喔 不用猜吧 今天帶我的爸爸來參加家長會 這個學霸跟惡霸我們是分得出來 對啊 講話客氣一點好不好 你們兩個站在別人友台 把節目做掛了 你還在那邊智聲節目的 欸 說什麼 說我們要的節目 給你多少錢啊 你少跟我說 給我錢應該的啊 老師有效果 不然呢 他現在是怎麼樣 他現在多邀請你去幾次 不然呢 倒了啊 唉唷 就給兩個肉掛的啊 太少邀請你了 憲哥的節目不要再找他了 他都講什麼壞話 我跟你講你 你智聲這個節目我下流啦 不是 不是 他在講我 惡霸 趙哥你怎麼回頭這集的主題呢 不要讓他們猜一下 對啊 要讓大家猜啊 哪一位被關過 還是放牛班的 還要再講嗎 我們就知憂了 爸爸 還要講嗎 你至少聽一位講好了 好兇 舒平大家就講你好話 節目有流程 來 這個就是看言語的談吐 像趙哥就髒話連篇 這是放牛班的 我剛剛開始沒有髒話 你在講什麼 我從頭到尾沒有髒話 我弟弟要激動嘛 誰啊 請無的 你把他租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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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真覺得 我覺得趙哥才是學霸 因為我認識的學霸 都是那種狗眼看人底 而且有軍事化教育的 這種一定是學霸 是不是 對 他說你是狗 小英 你說說看 我也覺得趙哥是 放牛班 放牛班 這樣為什麼還是有正常的人 就是講話的那種感覺 還是分得出 到底是不是放牛班 還是自由聲音 你看看起來就是比較好 怎麼好像可愛的小女生講話 你就不嗆了 對啊 沒有啦 我們真的大男人 沒有 大男人真的man的男人 不會跟這種 小美妹計較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線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被看見 我們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和節目 全都在裡面 讓你一次滿足 起訴 一般 椅子 PD 多人 中天 孤you 可